真正分開睡會care的人是他 我們有時候在客廳看電視看著看著會睡著嘛 康哥你應該也常這樣 那個有時候忘了時間的時候真可怕 那個看手錶已經凌晨 四五點左右了 這個時候你如果再回到房間去的話完蛋了 因為你就發現他的表現方式跟平常就不一樣了 你碰他一下他就把你推開 碰他一下就把你推開 所以他在裡面生悶氣 那為什麼不能出來叫你說睡覺不要再看 因為他有一次嚇到我從那一次以後 我就告訴他不能這樣 因為我們半夜在那邊睡得正舒服的時候 然後你突然一陰風吹過來 你眼睛睜開 發現他就站在你面前 而且卸妝也好近 很酷耶 人家真的有鬼喔 你怎麼不睡的話真的很可怕 不然但有一次你也是這樣啊 對啊 所以你本來就不應該 一個人在外面看電視 看到四五點不進去 而且他的年紀就很容易真的 然後他就說他就瞇一下 然後瞇一下已經天亮了 他在客廳裡面睡著喔 對 在客廳裡面睡著 那個景象滿... 是不是令人滿悲慘的啊 可是如果太太不就是 應該拿一個毯子 然後就把它蓋住 對啊 你說連臉嗎 然後把它扔住 他還要拿白色的 白色的棉被 連臉被 對 對 剛剛... 對 谢谢大家